前面兩位女神小挑戰大會紀錄 第一次試跳都失敗了 現在要換林思宇 來挑戰大會紀錄 林思宇的起跑墊步 林思宇平大會紀錄 1345公分 我們反而是 三個女神小當中 比較不被看好的林思宇 第一次試跳就過關了 而且是一次過 那兩隊接下來是 跳高項目要登場了 紅隊選手 胡祖威 第一次試跳 預備 胡祖威 失敗了 可惜 林穎樂要來挑戰大會紀錄 結果碰到的桿子 掉下來 差一點點 前面兩位女神小挑戰大會紀錄 第一次試跳都失敗了 現在要換林思宇 來挑戰大會紀錄 林思宇的起跑墊步 林思宇平大會紀錄 1345公分 很棒耶 結果反而是 三個女神小當中 比較不被看好的林思宇 第一次試跳就過關 而且是一次過 紅隊選手 胡祖威第二次試跳 預備 胡祖威挑戰大會紀錄第二次試跳 結果消到了桿子 最後桿子掉了下來 再輪到林穎樂 加油 135公分第二次試跳 速度啊 林穎樂 這一跳啦 結果試跳的時機點 掌握美很好 對 所以林穎樂也是直播在130公分 不過他跟胡祖威雙雙都創下了 大會紀錄的第二名 再來我們就來看 林思宇締造奇蹟了 紀錄斜起來了 是喔 林思宇啊 前面六跳通通都成功 已經平了大會紀錄135公分 她現在要挑戰140公分 第一次試跳 猶豫了 林思宇 她的成績是平大會紀錄的135公分 平紀錄 要進出是跳高項目的頒獎 帶來賓看到這個跳高 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選手 女生的部分呢 是宇宙 因為剛開始我其實蠻不看好的 對 真的 受到這個步伐不對什麼什麼的 一直不看好 對 你一直在墊步 我就蠻害怕的 所以我就那時候 你跳過135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這 突破我那個想像 我自己下班 為什麼我就是飛過去了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練習真的 125就很緊繃 130也很硬這樣子 跳高項目獲獻的是紅隊 好